哭最深刻的一次就是 我跟静晴去看心理医生那一次 你想像如果你妈妈还在的话 妈妈会坐在那里 然后静晴就拉了一张椅子 然后就想像妈妈钻 然后心理老师就说 那你准备 你把你想跟妈妈讲的话 跟妈妈讲 你走的那一天 其实还下了一点小雨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应该在出太阳的时候 心情会好一点 但是会下雨的时候 肯定心情又会不好了 你要是在想我 然后也想让我知道的时候 比较让老天爷多出点太阳吧 然后这时候门外就 啾啾 那个鸟就这样叫了两声 心情如果没有 就是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它可能一直都在 它内心是一个 是一个结 但是因为心理老师 引导她说出来 我觉得她后来 人整个开朗很多 这个很好啊 不到我家 女孩子都会喜欢这种 可能换了一种思考 去想妈妈 因为她知道 妈妈想要她好 妈妈不想要她 一直这么难过 我觉得那就触动我很深 就是我觉得意义还挺大的